杭州书记周江勇落马曾经力挺阿里共生共荣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共的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在8月21号的晚上 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被查 他任内曾经力挺当地的阿里巴巴集团 并且授予了创办人马云 功勋杭州人的荣誉称号 周江勇落马的消息一出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片热议 中共的纪委国家经委网站在8月21号的晚上通报指出 浙江省的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共纪委国家经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根据杭州市政府官网的信息显示 周江勇在8月20号的下午还主持召开了 杭州市的探达风探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的第一次扩大会议 显示他才刚刚被当局拿下 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周江勇1967年出生 54岁是浙江宁波人 具备当地省委党校研究生的学历 1985年8月份参加工作之后 他都在浙江任职 历任周山市的市委副书记市长 周山市的市委书记 温州市的市委书记 2017年6月份的时候 积身到了浙江省的省委常委 2018年5月份出任了杭州市的市委书记至今 马云也是杭州人阿里巴巴的总部 也设置了杭州 可谓是当地的金母鸡 周江勇就任杭州一把手之后 力挺阿里巴巴的发展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杭州日报的息息显示 2019年9月7号 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创办人马云 卸下董事局主席一职的时候 杭州市委以及市政府为了表彰他做出的巨大贡献 杭州市政府举办了公开的仪式 周江勇授予了马云功勋杭州人的荣誉称号 并且称这是极高的荣誉 是致谢 更是致敬 马云在仪式当中致辞表示 没有杭州就没有马云 也就不会有阿里巴巴 他表示他觉得杭州政府和阿里巴巴之间 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政企关系 一种亲情关系 2019年9月12号的时候 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了 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周江勇强调将一如既往的 为阿里巴巴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产业生态支撑 先行先事场景 以及精准要素保障 表示要坚决不移的支持阿里巴巴 更好更快的发展 而同年的11月11号 阿里巴巴的天猫双十一购物节 成交额再创新高 周江勇深夜轻赴阿里巴巴的总部 表示共同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 他还穿上了阿里巴巴的红色T恤 在马云的陪同之下 看望慰问了阿里巴巴的员工 根据杭州日报之前的报道指出 周江勇曾经表示 杭州支撑着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也改变了杭州 一座城市与一家企业因为相信而相容 因为共生而共融 而在周江勇落马之前 据浙江省委纪委监委在8月19号发布的信息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副书记马小辉 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 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马云去年批评中国监管体制之后 当局出重手打击阿里巴巴 搁置其旗下蚂蚁集团的首次公开的IPO计划 对阿里巴巴寄出了反垄断的调查 并且在4月10号的时候 开出了人民币182.28亿元的巨额罚款 而三天之后的4月13号 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 进一步的学习贯彻习近平在中共的财经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当中的重要讲话精神 深化研究部署加强平台的经济监管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周江勇参加完了省委常委会议之后 当天随即主持召开了杭州市委常委会 公开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 再来看一下中共的官媒狂赞台积电 晶片代工之王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共的官方媒体证券时报报道指出 有全球芯片代工之王地位的台积电 在全球晶片荒以及中国网络巨头 遭到了官方严管股价下跌 市值超越了腾讯以及阿里巴巴 跃居了亚洲主要的股市之冠 隶属于中共的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旗下的证券时报指出 台积电的芯片代工之王的宝座 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全球目前有机会弯道超车台积电的晶片厂 只有韩国的三星 报道指出台积电的股价不断的上扬 市值在三号的时候首度历史性的超过了腾讯 其后腾讯的股价虽然一度的反弹 市值重新的领先 但是台积电的市值仍然在8月18号的时候 再度超车至今 居亚洲主要股市当中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根据报道 截至到8月21号的时候 台积电的市值已经登上了5600亿美元 高于第二名的腾讯的5200亿美元 以及第三名阿里巴巴的4300亿美元 第四到第十名依次是三星 茅台 丰田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宁德时代 中国企业在前十名当中仍然占据了7家 台湾 韩国 日本 各占一家 正确时报的这篇报道 除了介绍台积电的发展过程之外 还提到了台积电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 2020年4月份的时候 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55.6% 成为了芯片代工之王 全球第二至第十大的晶圆代工厂的营收总额 还抵不上台积电 至于获利台积电2020年平均每天 获利就达到了人民币3.25亿元 报道指出 2020年在疫情的效应之下 全球晶片供应严重的短缺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台积电的股价因此节节的攀高 自2022年初至今已经大涨了90% 相行之下腾讯阿里巴巴遭到了中国以及他国越来越严格的反垄断的监管 今年初以来股价已经大跌了超过20%及30% 连带导致市值严重的缩水 其中腾讯的总市值今年一度攀升到了9500亿美元的高峰 但是如今只剩下了5200亿美元 足足蒸发了4300亿美元 相当于四分之三个台积电的市值 报道提到腾讯阿里巴巴本周的股价又分别大跌了9.53%以及16.25% 原因是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8月17号的时候 发布了禁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规定的征求意见稿 明定网络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演算法等一些技术手段 透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的方式 妨碍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运行 造成明显冲击 再来看一下解放军已试射攻台点穴手的东风15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视的报道说 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应用程式 在8月21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解放军火箭军的常规导弹第一缕 近日在西北大漠克服了自然与电磁干扰 成功发射了两枚新型飞弹 命中了数百公里以外的多重防护目标 报道宣称这一次行动克服恶劣自然条件和复杂电磁干扰 在西北大漠快速反应 成功发射了两枚新型飞弹 精准命中了几百公里以外的蓝军的多重防护阵地的目标 有效摊毁蓝军防御体系关键信息的节点 报道也提到在发射第二枚飞弹的时候 操作人员数量有所缩减 以考验部队的实战能力 报道引述了中共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缕的连长吴瑞奇的话表示 这一次试射考验了操作人员平时对装备是否十分了解 他说每一个人对自己岗位操作要非常的精准 减去任何一名操作者都能够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发射 报道又指出这一次发射成功拓展火箭军新制弹头的种类 有力的提升了火箭军体系的攻防水平 根据报道释出的画面显示 解放军这款新型飞弹的外形与东风15短程弹道飞弹相似 香港经济日报则表示 过去外界曾经预估东风15的射程达600到900公里 被视为针对台海等周边地区的点穴手 分析认为中共这一次释出的信息提及发射拓展新制弹头种类 并且凸显飞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能力 或许意味着这一次试射的是搭载了善于对抗电磁干扰 突破敌方多重防护新型弹头的东风15 再来一下罗张南退出了香港律师会的选举 表示是为了家人以及个人的安全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香港律师会将于8月24号改选5名李氏 在官方和建制派的全面施压之下 开明派其中一位候选人罗张南 8月21号的时候宣布退出 并且指这是考虑到了家人及其个人的安全 港区国安法的压力之下 香港多个泛民主派的团体陆续的宣布解散 官方和建制派近日把矛头指向了香港律师会的选举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8月17号的时候扬言 律师会如果被政治驾龄专业 政府将考虑与其终止关系 被视为挺专业派候选人 打压开明派选情 综合香港媒体的报道指出 开明派之一的罗张南在8月21号的时候发表声明表示 考虑到了家人及其个人的安全决定退选 强调与近日被公开指控无关 针对亲政府的建制派组织的香港政言 指控他在2018年 曾经私下的向中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了解案情 涉嫌妨碍司法公正 罗张南表示 在一次午饭当中曾经向法官高晓丽提到了 自己在中国大陆的一宗案件当中代表原告 等候遇年仍未审讯过程当中没有提及案件的细节 这是完全合适的 他又指出 这个事件早在2019年被人向律师会提出了投诉 律师会其后已经彻底调查了事件 结论是并无不当 罗张南表示 无法理解他们的参选为什么会在某些范畴引起恐慌 并且形容律师会的选举沦落到了如此的水准 对香港来说是可耻又可悲的一天 他呼吁所有律师会的会员 届时要以自由意志在公开选举当中投给心仪的人选 香港律师会将于8月24号的时候改选五位理事 一共有11人参选 包括了五名专业派的现任理事 黄巧新 傅嘉绵 陈国豪 袁凯英和陈军毅 其余的六人当中至少四人被业内认为是开明派 包括了现任的理事罗张南 马秀文 韦恒礼和白乐德 如果五席理事全由侵犯名的开明派拿下的话 有可能掌握律师会的主导权 进而影响律师会会长改选的席位 除了林郑月娥公开点名 中共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此前也发表了评论文章强调 香港律师会对会员负责就应该选择搞专业不搞政治 对市民负责就应该选择搞建设不搞破坏 建制派近期更是针对开明派的候选人多所指控 再来看一下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前十名均为一人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 福布斯的中文版公布了2021年中国名人榜 排名前十的均为一人 此外从年龄分布来看 90后占到了榜单的近一半 根据福布斯中国网站的报道 榜单选取了2020年7月1号到2021年6月30号之间 在各自领域具有优异表现的演员 歌手主持人导演作家模特运动员 等一些中国大陆与港澳台的名人作为候选人 而这当中不包括了商业名人 通过包括商业价值和作品影响力在内的多个维度 对各个候选人进行了综合排名最终成榜 福布斯介绍表示商业价值是对名人在过去一年的工作内容 以及数量等些情况做出了直观的体现 作品表现以及名人个人在其领域内的正向影响力 是这一次榜单的主要考核的依据之一 同时微博微信的指数则反映出了 其上一年的曝光度与大众的关系度 从年龄分布上来看 1990年往后涵盖了1990年出生的名人数量 达到了44人 占到了总人数的近一半 成为了今年度榜单上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 其中90后上榜者为29人 95后上榜者为9人 00后上榜者有6个人 与去年持平 相较去年今年一共有18位新面孔上榜 其中女性比男性多两人 总体来看男女性名人的数量比在今年有所缩小 但是依然较女性名人而言 男性更易成名 收入也更高 在这一次的榜单当中 20岁的易阳千玺凭借着多部口碑作品 在一次登上的榜首 首度指导电影《你好李焕英》 继承为全球单片票房最高的女导演的贾玲 排在了第三名 被誉为音乐圈不老神话的华语歌曲天王周杰伦 排在了第五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